早上11點04分 我想問一件事 剛才說 人生 譬如我擁有劉德華那些中國人的 叫做中國地理圖案的碟 都是萬中無一 全香港都不會有很多人有 Beyond的簽名碟都不會有很多人有 因為那個年代唱片發展得很好 也都很賺錢 所以他們會額外做一批碟 是真的給DJ用的 有這樣的財力 可以做一些紀念版的東西 都不是 我應該如無意外 我記得周杰倫間公司都有送過這些碟來的 這些碟是怎樣呢 因為你們平時買一隻CD 買CD 一隻CD有十隻歌 但是十隻歌 你們知不知道有兩隻叫做主打歌 或者叫做批歌 但是批歌呢 有批歌呢 跟唱片做好了 是有一個的時間的 我們收到那隻Single單頭的歌 可能其實他還未整起碟的 但是那隻就是主打歌 那隻主打歌 他打算派給電台 幫他優先播了先 播了之後 可能看看受不受歡迎 就受歡迎 馬上去多一個second part 去多一個第二隻 再多給你一隻 那就令到那些人說 哎呀 那隻歌好聽喔 有得買沒有 恨啊 恨他快點出 快點出啦 那到出的時候就不會 他們是這樣的架構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所以我那天聽到有個KL說鄭伊健出碟 哎呀 我心想浪費氣了 第一就是不是做電台 第二 你又不是做唱片公司 我想想 他差不多那十分鐘是廢話來的 就是我爭取沒講粗口罵他而已 OK 就是 你又不是做這一行 你又知道多少呢 就是等於我不會去挑機別人的行業那些 因為行業裏面一定有些秘密的 那通常唱片公司就看派那兩隻歌 受不受歡迎 或者上不上榜 如果上榜了 很受歡迎 那他們印的數量多些 那就叫那些唱片公司是怎樣呢 來到這一格 你聽清楚那天我不爭點 講錯話罵你 或者這件什麼什麼 浪費氣了 OK 不是這行就不要講這行的東西 OK 好了 接著就是唱片公司 就會因應很多人進來問 我想問一下鄭伊健那隻什麼 《道火海》那隻什麼《火海》呢 電台播的有沒有得賣味 他們就會記下那些客人有多少人問 而唱片公司就會落標 就問那間唱片店 喂 鄭伊健的碟《甘願道火海》出了喔 你要多少隻啊 因為他們要了沒得退 他們就會是成本來的 那你給我300隻 你現在是講300隻 如果你好好賣沒得加的了 那他們會想一想的唱片公司 加減都沒有 就算加都沒有 減就一定沒有 加都沒有 加都沒有 那你如果好賣不好賣 唱片公司就算了 鄭伊健金願道火 哎呀我上次劉德華那批 已經 已經 賺到團了貨 賺到團了貨 每個人進來問 都沒有貨 我明明是有錢賺沒有錢賺 自己看錯了 什麼 那 金願道火 我要五百隻 嗯 其實他們是一場賭博來的 唱片公司和那間賣唱片 是在賭博的 第一 沒有得退 第二 他看不看好這個歌聲 第三 他是靠電台那些批歌 很多人喜歡 那 賭就賭 那有時候 太好賣的歌聲 那這裏真的沒有人知道了 嗯 劉德華 然後出碟 什麼什麼 忘情水 要不要 要要要 要一千隻 哦 你要一千隻劉德華 幫我噎 兩百隻糧絲好 行不行 哦 即是要 要噎豬頭骨的 同一間唱片公司 你的公司真是疼你 這樣都推到二百隻 蛤 不是吧 我要劉德華 糧絲好可能很難賣 所以就要噎豬頭骨 不要緊 不要緊 樓上一間唱片公司 所以他訂一千隻 幫我噎多四百隻 這樣 但是以前記不記得 有些唱片公司很有趣的 譬如我現在要買劉德華 就九十塊一隻CD 你多加四十塊 你多搭一隻梁蕭號給你 是 又或者到這樣 兩個月之後 梁蕭號就去十塊那裏 特加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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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們是一門生意來的 所以那天那個人說 我多想罵他 完全不知道做生意的那個架構 他們唱片公司是很靠電台 那隻歌是否扣得起 扣起了 你知道當日 在旺角一間很小的唱片公司 小到是鞍茄那麽小的 那間唱片公司 就是 他是憑著一個歌聲 翻身 他就是因為他有聽電台 他就叫人坐飛機 去台灣買一些碟回來 一棟一棟買它發達 因為最先 香港是沒有這隻碟買的 OK 沒有 要去台灣才可以買 是嗎 是啊 因為是台灣的碟 OK 你知道 你記不記得當年 黃潔還沒有在香港紅 其實他在台灣已經紅了 是 我不是說很厲害 韋家輝拿了他的歌 來做主題曲 但是那時候香港還沒有出的 那些人太喜歡 那些人經常問那些唱片店 所以台灣還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接著來到就變成幾分傷心幾分癡 是啊 但是那些人是喜歡一場遊戲一場夢那首歌的 OK 那我們電台是 因為我們電台會收到全世界 比如台灣出碟我們都收到 國內出碟我們都收到 所以那時候有個歌手是很多謝我們香港 捧紅了他 因為其實他沒有想過香港紅 但是其實不是我們電台捧紅他 是譚詠麟捧紅他 誰啊 刀郎 是譚詠麟捧紅他 因為譚詠麟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刀郎 他唱歌很好聽 他就幫他宣傳 不是 他就到處去到電台 就說 喂 誰 有沒有聽過有個歌手叫什麼名字 喂 我買了幾隻送給你 之前送碟 他自己買送給人 對啊 校長真的很棒 因為校長很棒 他覺得好歌 應該有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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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王傑一場遊戲一場夢 韋家輝 韋家輝放了去電視劇 但是王傑又沒有出碟 有個很懂得做的唱片公司 他專門跑水貨去台灣買他的碟 寫著全港獨家王傑 《義不容情歌曲》 接著那些人去 以為謝德哥那裡有個賣 發達了 是啊 那他都厲害了 看準時機 我經常都說 這個世界什麼叫時機 什麼叫發達 我經常說人人都有機會發達 看你中不中那個時機 你中了那個時機就可以了 好了 人生就是這樣 剛才剛才說 如果 梁安婷 李師培 有個那些 我屈指一算 凌凌出來又看獎銀 繼續哼 農夫出來又拿獎 看獎 看獎 真的有聽 厲害厲害 我是認識的 如果他們說 梁安婷 李師培 你們真是萬中無一 接下來你們一定是千載農夫的機會 十億分一你們都會中到 好好的珍惜今年的機會了 中什麼 他就說 做一些很珍貴的東西 他們只是會講到一件事 那件事是發生什麼呢 究竟是跑馬 三川七 三T 六合彩 金多寶 他們不可以告訴你 只是說你接下來 會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個機會是什麼呢 如果我計算 他們原學是計算出來的 如果我要計算的話 是十億分一 那你覺得那件事是什麼事 希望是好事 十億分一可能是好事 可能是壞事 是啊 所以當然就是希望好事就可以了 我記得我講過了 但是這個TVB的導演說 你不要再講了 我已經語到不想見人了 你語多一次 我怕不記得 我們大家都認識的 你說吧 他有一次去觀音借庫 你知道觀音借庫 一天就抽到 借多少億給你 一天就身體健康 是啊 那他無端的一抽 他就打開了 神經病 管音借庫 有沒有搞錯啊 我問你借錢你不借給我 因為他的牌裡面是沒有錢的 但是應該會寫著吉利的說話的 有一句吉利的說話 是啊 那一句吉利的說話 他說 那即是怎樣啊 他很大聲 你知道他講話很大聲 他就問個妙竹 妙竹說恭喜你啊 其實這裡觀音借庫裡面 總共有一千張標 他們叫標 只有一張是這一張而已 嗯 那他都很厲害 啊 中了啊 觀音借庫 似一個願望給你 他說這個是 不是跟 就是不是借庫 不是跟錢有關的東西 不是跟錢有關 OK 就是阿拉丁神燈那三個願望 就是其中一個 是啊 是啊 那跟著呢 他說 那即是怎樣啊 那那個妙竹 當時呢 他在紅磡的這間觀音廟 他就 你想一想 嗯 因為很難的 一千張標才有一張的 你想一想 你想要求什麼 我跟娘娘說 嗯 那娘娘就會 什麼的了 OK 嗯 那他說 你等一等 是不是真的一千 一千份一才有一個 是 你看我們這麼多人抽到 拿完的標都走的了 嗯 這個呢 我們會幫你敲鐘 跟娘娘說你抽中 嗯 你看很厲害的 原來抽中那張 就是很 哇他當時呢 萬中無一的嘛 那你自己說一千份一 是啊 哇 然後有狐狸婆 狐狸叔又陪著他啊 然後陪著他啊 哇你很厲害啊 你女人 中馬標 是啊 中馬標 因為他敲鐘敲夜的 OK 那好吧 你想清楚了沒有 他就想清楚了 你想清楚了 你想清楚了 你站在那裡了 我要跟娘娘敲鐘了 那你就 我問你一句 你要回答一句了 OK 行行行行行行 那那個妙祝就在那裡敲了 那就是這樣的 他敲鐘 ну 空空空空 觀音菩薩 觀音娘娘 觀音娘娘 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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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安婷 梁安婷 有事相求 抽中了 花寶座 好了 梁安婷 你有什麼願望啊 你就要喊 整個官員有沒有聽到 因為他喊得很大聲 整個官員有沒有聽到 我沒辦法不說世界和平 他很疼 當然麻煩跟官員娘娘說 你想要什麼 我要中巨獎 他真的很大聲 很老實 OK 等一會 你中巨獎 是不是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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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官員娘娘 官員娘娘 官員謝父 官員謝父 當天抽到蓮花寶座 信女信女梁安婷 梁安婷求官員娘娘 賜她 這個就是巨獎的機會 她啪啪 不是不是 六合彩 六合彩 因為講錯 怕講錯 她啪那個妙竹 哦 官員娘娘 官員娘娘 信女梁安婷又改 她說要中到六合彩 她又啪啪 不是 不是 不要二長 不要安慰獎 一定要頭長 哦 官員娘娘 官員娘娘 信女梁安婷就說抽到蓮花寶座 她希望官員娘娘次她福 就中到這個六合彩 不要二長 不要三長 不要安慰獎 只要頭長 哦 就是這個妙竹 全家人在那裡笑 全部在那裡笑 那妙竹其實就是告訴她 就是幫她許這個縣 是不是就是 她叫什麼就幫她叫 是啊 那她不停拍那個妙竹 不是 會不會那些運都被拍走了 拍幾次 人家在說 好了 好了 總而言之就是 什麼什麼 果然這件事 我們笑了她一輩子 我們現在經常笑她 求吧 求官員吧 中立彩 不要二長 不要三長 不要安慰獎 不要安慰獎 只是要頭長 她隔了一個月 中了頭長 她中了之後她不敢出聲 因為一百名 很多人中 她中了一個月零十日 她中了三T 我們現在經常叫她的名字 她叫梁安婷 她說三T停 她跟著她就 死了你 因為為什麼 她中了三T 三T一般來講 香港如果中了三T 起碼有一千萬 兩千萬 最高是三千七 三千八的 她中了全香港開彩 最低那期的三T 九千七百元 好難啊 好難做到中九千 去三T 喂 還想怎樣 你說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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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長 這個就是頭長 但是你短期的頭長派 九千七 真的很靈 你夠不夠膽 問官人 官人你不是吧 這樣 所以 那些願望 要想清楚的草詞 整句句子 最低啊 我也覺得貪心 你沒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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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場 九千幾啊 那場 我又覺得 不可以 我覺得 你說多些工作機會 那些更好 但是不要太貪心 她是中了那年的三T 九千七百幾 派 派很低很低 有時候六合彩 二獎都不止這個錢 三獎都過萬 有時候 有時候六合彩多人中 頭獎都不多錢 不多錢 三獎過不過萬 六合彩 三獎 一定高 現在只有九千幾 我都說 就算有時候這樣說 按照六合彩 你問我 有時候可能 頭獎 只有百多萬 有時候少過二獎 少過第二期的二獎 好像開一二三 四五六七 那些是特別多人中的 是啊 如果那一期開全部 小號碼 是很多人中的 是可以很少錢的 可以很少的 都幾崩潰 我上次拿這麼多部 一億 現在我中了只有一百萬 是啊 人家拿一億 你拿一百 但是你不可以說 觀音的 觀音給你 你中的 是吧 謝謝很準 所以 全世界 這個人都不知道 是好生氣還是好笑 他真是中了 十億分之一的機會 哇 連個專家都說 哇 很難的 這件事 難到 六合彩 比這個 什麽來的 十億分之一 最近 最近在澳洲 新南威爾市 一個的叔叔 他在一個農場 收集雞蛋的時間 他竟然收集到一個 好像乒乓波 全圓形的雞蛋 哎呀 好可愛 全個圓形 罕有機會率 是十億分之一 哎呀 他真的一點都不像雞蛋 像乒乓波 乒乓波 十億分之一 嗯 很難的啦 是啊 就是 很難是 十億分之一 十億分之一 那這個這麽珍貴的雞蛋 會不會買到天價呢 又 幾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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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在四十幾天內 你會賣出 ok 因為如果不是會行 壞了 就會是嗎 壞了 不能吃了 你可以用來儲的 但是總之它是一隻雞蛋 十億分之一 十億分之一的機會 你說你求 最多都是有人肯出價 幾千塊賣掉它 但是你十億分之一 那真的 十億分之一有機會是什麽呢 有機會是得到一隻圓形的雞蛋 有機會是綠合彩的金多寶 有機會是3T巨額獎金 也都有機會是什麽呢 十億分之一 就是地球裏面 十億分才有一次的腫病 在這個身體裏面 是 十億分之一 所以就要看好事還是壞事了 沒錯 與眾不同的 但是你那種與眾不同是什麽 只有你的身體才能存活到它 做人不要太貪心 你記住 我不是想說你這個故事 有得球 就天送什麽都好 但是肯定狐狸婆 會告訴美國人 肯定 她一定說 她又說你了 她接著又打來了 你想說到什麽時候 不是說到我死了 她每次見到我 狐狸叔 狐狸婆 都說回我們的節目 是啊 她說狐狸叔 要自己來做一集 是啊 好了 希望大家能夠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是最好最好最寶貴的東西 有多少財富就天賜 好了 稍後回來有另一則新聞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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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